好的各位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支影片呢 其实就是我个人在法国的一些生活点滴 我们现在的人正在搭他们的地铁 那他们的地铁上面其实 各式各样的人总还蛮多的 那大部分是比较生活在社会的总地下基层 所以他们的地铁其实没有到非常的干净 然后他们的地铁整体的感觉呢 也不仅像台湾的这么舒服和明亮 你必须要很注意你自己的随身物品 好像你随时有可能会被抢 那我这样讲或许夸大了些 但是我当下的心情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的人会用一些奇怪的眼神盯着你看 就是有点像是花人的种族骑士吧 那他们一看也知道你就是观光客 他们就一直盯着你宝宝看 我觉得也是颇可怕的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下地铁站了 那这就是他们地铁站长的样子 这个应该算比较大的站 所以看起来算还比较不错的 而且原谅我手有些晃 因为他们的人比较不喜欢被拍 他们比较注重个人的隐私 所以我没办法很直接的拿着相机就对着人家拍 那我尽可能的以拍我自己的视角为主而非拍外面的环境 因为外面的环境其实 对就像你想想看我像动场的希望 因为我一直注意我的随身物品 会不会突然被投被抢 因为其实他们的人也不会去主持或怎么样 那警察有时候看到就 一时一时追一下 追个两三条街 看到Mirror在看他们的 就不追了 对他们那边的生活就是这么的chill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 是我们在法国的LV里面 可能因为我买东西太多了 所以他们就直接让我进到VIP包厢里面 在VIP包厢里面我们喝了那个苹果醋 这是苹果醋吧 我有点忘记了 反正它就是有果汁有红酒 然后现在它这个是香饼 我一定要称赞一下 法国的松饼真的有够好吃 我认真的推荐大家 如果你们有去法国 一定要去吃那个松饼 接下来的行程呢 是我们要往卢森堡去 欧洲这边很酷的是 他们开车就可以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之间 然后因为你已经入境欧盟了嘛 那你在欧洲整个国家里面 我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开车可以过去 大概都可以过去 就我目前我去的几个国家都是这样 然后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旁边的牛啊羊啊 其实都是就是这样在高速公路旁边 我觉得蛮酷的啦 蛮特别的情境 因为你在台湾不太可能看到这些画面 然后这里是我们到的第一站 下车走一走休息一下 尽管他们的高速公路时速可以到130 偶尔还是会感觉到 坐车坐太久还会疲累 你们可以看到旁边有人在拉那个 说风情啊等等 你在国外的这样的感觉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他们整体的调性啊那些等等 都是非常舒服 非常的愉快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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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结论 我个人觉得很值得很推荐 一定要去 好的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喜欢影片的话帮我记得按个喜欢订阅加分享 那如果你还想持续看到这样的内容跟创作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按个订阅 一定要订阅我们好吗 我们今年再充一万甚至是两万订阅 有你们的订阅跟支持 可以帮我们创造更多像这样的影片的动力哦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